哈囉大家好我是一樓 今天呢又是一起穿搭分享 那因為上一次分享的穿搭都是我自己在網路上面隨便亂買嘛 隨便挑隨便進 就沒有告訴大家是什麼店鋪了 但是今天呢 所有的衣服都是這一間 這個IG帳號大家可以點進去看 我也會把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大家如果有喜歡的話 也可以截圖我這個影片的任何一個時刻 然後去問商家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第一件呢就是我這件鯊魚褲 我覺得女生就是要擁有一件鯊魚褲 因為它可以就是展現你的線條 就是有屁股 然後腿的線條都有 很適合出現在健身房 但是我不健身 我記得我自己好像也買了蠻多件的 覺得鯊魚褲真的是一個展現線條的好東西 但是穿鯊魚褲到底要不要穿內褲啊 因為內褲會很明顯啊 有人可以幫我解答一下嗎 再來是一件 OMG這件真的超級好看 穿上去超級帥的耶 這樣忽略我這個飛行小眼睛 我發現我的頭髮也不太適合了 趕快打掉 你們看整個就是超帥的啊 雖然我知道現在這個天氣不是很適合 但是總會有冬天的嘛 這樣搭起來就很好看 而且它裡面這個毛很舒服 真的舒服 欸好好看喔 好好看 下一件呢是這個短板的連帽外套 現在很多不管是大學生的女生 還是那種你知道年輕 很有質感的女生 人手一件 但它好看它怎麼穿都好看 很休閒 然後又很有質感 是不是還不錯喔 我發現這條鯊魚褲 好怪的啊 現在我們內褲有沒有露出來啊 我剛剛想把這件鯊魚褲脫掉 結果我發現有很多衣服都可以搭它 因為我這次不是每一件都選套裝 但是他們卻意外地擁有了他們自己的平衡 我真是太厲害了吧 你們有沒有很看你我一直自誇的小段啊 美吧 你們應該 了解我的吧 哇這一件就有點 不符合我的理想 我那時候看到網路上面的圖 是看到一個混血的女明星嗎 還是女藝人穿著件 然後我在這件電視上就看到了 一模一樣的 我就下單 這是我的衣服 又是粉紅色的 但是我現在看一下 人家混的是血 我們混的是日子 它就是沒有我想像的那樣 它是我穿錯邊啊 想一下怎麼補救 有點翻車啦 怎麼回事 我怎麼可能會有 不適合的衣服呢 怎麼回事啊 哎呦這件就還不錯了 可是 不是我手太短了嗎 還是我沒有弄好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我要飛起來了 你不注意會飛起來耶 哎 還是我穿錯邊啊 怎麼每件衣服都有覺得自己穿錯邊的錯覺啊 我沒穿錯啊 這件真的是那種垂坠感很好 很鬆弛的感覺 現在不是大家都很流行很鬆弛嗎 但是 它裡面這件有點透 所以你看我裡面穿的黑色胸罩 就這樣透出來了 還可以啦 比我剛剛上面那件還要 醒一點 哎呀是我的問題 這衣服真的很好看 但是它也太老了吧 它一直掉耶 我可以我可以 不要酸我 不要酸我好嗎 我會臭掉 我還可以畫手咧 不要玩人家的衣服 下一件 我只能說超級滿意 它是法式的蓬蓬裙 它的長度 然後細肩帶 它的鬆緊度 我超滿意的耶 我好喜歡喔 我是小公主 我真的很喜歡這件耶 好有氣質喔 而且我很少可以找到 我合身的洋裝 你們懂嗎 就是有時候 它的後面是太鬆 如果不是你 專門訂做的 可能會後面需要夾夾子 或者很鬆 它沒有 它很好穿 很漂亮 Oh my god 有沒有付光 它很漂亮真的 而且 它的裙子是 甩得起來的那一種 但是我現在沒有穿安全褲 我不敢甩給你們看 這樣可以硬轉 有沒有 欸我想我今年生日應該會穿這件出門吧 好好看喔 它 好好看喔 我好喜歡 好喜歡 我喜歡 而且它很上進耶 它很上進 然後它剛好落到腿的這一個部分 我要瘋了 我真的太喜歡了 我捨不得脫下來 但是我還是有衣服要介紹 這個賣家真的是很 好 再來這件呢 是 復古拼接短板棒球外套 跟A字裙口袋短裙 通常我買衣服 最小號也是太大 就是會像這樣子 但是呢 它有這個可以 皮帶進去的孔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然後它整體就是很帥 我覺得很好看 而且這外套 有點保暖耶 我現在好熱喔 我棒球外套很多 但是短板的棒球外套很少 我覺得這樣子一套 蠻好看的 那時候看他們的網圖是 女生在坐高鐵 我是什麼 高鐵人耶 這件我不能沒有啊 怎麼買給衣服什麼 藉口都可以撤 蠻好看的吧 我感覺這一次沒有很雷耶 我的眼光真的是有在 步步高深的跡象 哎呀我怎麼試穿到 頭髮都亂了 各位觀眾 皮衣皮裙 我先講他們家有個好處就是 我剛剛的套裝啊還有這件 他們的裙子都是 裡面有自帶安全褲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這是對女生很友善的一個設計 然後這件褲子呢 對我來說我現在43公斤左右 然後我就要大概23寸左右 不會很緊也不會很鬆 算是在一個很剛好的高度 然後它是沒有 哎這算什麼 這應該不算是皮帶穿過去的款 所以我覺得它就算沒有皮帶可以用 還是很好 然後它是一個很好看的白遮裙 那皮衣呢 我是買最小的 但對我來說還是有點 Too big 但是沒有關係 好看就完事 真的很帥耶 我很早很早之前就很想要買這種 皮衣皮裙的這種套裝 但是我一直 時時沒有入手 殊不知這間店被我找到了 果然沒有讓我失望 很好看 這去參加什麼 美拉的Party 你贏啊 你大贏特贏 而且這件皮衣我還可以給我弟穿 我弟應該會喜歡 今天這一集好豐富喔 帥的啊 運動的啊 甜心啊 可愛啊 什麼有的 都有 你們自己偷著樂吧 最後一套 來跟大家介紹這個三件套 它就是 上衣一套 然後裙子 然後跟真摯外套 這套真的好可愛 很有氣質 跟前面那些帥啊 什麼的 完全大不上邊 我的喜好落差也太大了吧 但是人呢 就是要 勇於嘗試性的風格 那前面這個蝴蝶姐呢 我實在是 很不會把我手真的很不巧 所以我就是 垂垂的 然後它這邊有細節 全部都是 超可愛的蝴蝶姐 超可愛的 它的衣服呢 是比較透一點的 所以你裡面可以穿 那種白色的內衣 因為我現在只有黑色的 然後也是細肩帶 這個裙子 超級可愛 跟公主一樣 它裡面也是有附 安全褲的 這個裙子的名字叫做 蛋糕裙 你不覺得聽起來超神奇的嗎 它又可愛 然後名字又取得好 我的天啊 你是懂拿捏人的啊 這個衣服就很適合你 第一次跟曖昧對方出去約會 你就是要穿這樣 你穿的皮衣 你想嚇死誰啊 皮衣是大概第三次左右 你應該要開始 鋪入本心才能穿 以上的衣服呢 都是在這間店鋪裡面選購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也可以去他們店裡面逛逛喔 而且說真的 剛剛試穿的所有衣服 材質都是好的 就是不會像你在某 什麼什麼上面買那種 材質很差啊 拖線拖得很嚴重啊 那這樣就 我們就不提了呀 那些法式吊帶鼠色超爆愛的 我等一下再穿一次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啦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追蹤我的IG喔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